來到高雄青年夜市 一名男子坐在地上乞討 畫面快動作一路往前走 還有二 三 四 不到五十公尺的路上 四名男女排排坐 拿著盆子跟人要錢 除了一名婦人坐著輪椅 看起來需要幫忙 其他人則是連可憐都不願意裝 還聊得有說有笑 站起來行動自如 年紀看起來也不是很老 接著這一幕才讓人傻眼 穿著粉紅色上衣的女子站起來 不是要去找廁所 一路快步來到這 買呱呱樂你沒看錯 他掏錢在買呱呱樂 刮得不夠盡興 還到另一攤多買一張 回到位置上繼續刮 人少的時候盯著呱呱樂彩券 忙著做發財夢 一旁還有乞討的男子在抽煙 又人是把整個煙盒就放在身旁 臉盆已經募集到不少硬幣 他如果錢給他要怎麼運用 我尊重他 對啊 如果他可以因為我的這個錢 去買彩券之後 賺很多錢他不用再做街友了 我也很開心 原來你是拿去買彩券 所以我會覺得這樣子 我會感覺很不好 放眼望去 這群乞討的男女 自備小板凳 還有同size的臉盆 配備全都一樣 人一多他們各自回到原位 拿著臉盆高舉 人少的時候 還會聚在一塊討論 人募得多少錢 看起來像是同伙的 民眾的愛心捐獻 不是拿來買東西裹布 而是買瓜瓜樂 買煙 逛夜市民眾發慈悲心投入的愛心 被濫用 記者 林正彥 陳昭谷 賴皮箱 投尊報導